串流平台Netflix為了要提升業績 先前在歐美各國打擊寄生帳號 那麼這次目標鎖定到了台灣 業者今天在官網上發出了公告 帳戶只提供同住者使用 如果要購買一位額外成員 每個月要多付100元 以高級版為例 最多只可以新增兩位額外成員 等於說一個月得要多付200元 阿諾史瓦辛格最新宣布 擔任Netflix動作指導總監 也有新片將上架 但觀眾要追得要留意新規定 因為Netflix近年狂打寄生帳號 這次輪到台灣 Netflix發出公告 強調帳戶僅供同住者使用 如果是非同住者共享帳號 可以原封不動 將內容搬到自己的付費帳號 或是每位成員一個月多付100元 不過高級版最多只能新增兩位非同住成員 因此讓網友之喊 不如直接開放家庭專案 不只台灣 Netflix也用力掃蕩英美 歐洲及澳洲新加坡等上百國際生帳號 先前光是西班牙第一季 就流失了100萬名用戶 對於Netflix共享帳號新規定 民眾看法各不同 應該就會覺得 怎麼又要多付一點錢 就覺得就是多了一筆開銷吧 我會覺得還好啦 因為就是 因為你要看啊 就是使用者付費啊 就要看就是要 就是再多付一點錢嘛 不能他們賺什麼 要看就付了 如果沒東西看的時候我就不付了 也沒差多少老實講 只是說感覺不太好 就是再多好一點 好片線不多 我改變這個地方了 沒有規定 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想 串流服務業者掀起大戰 華納兄弟今年迎來100週年 最新宣布將重新推出結合HBO MAX 和Discovery Plus的串流媒體服務 MAX 派當盟6月下旬也將合併付費電視頻道 推出全新串流APP Paramond Plus 而Disney Plus也將加入旗下呼噜的影音內容 傳統娛樂媒體巨頭紛紛進軍串流市場搶攻小螢幕商機 記者王行話黃明炫台北採訪報導